真的我拿的孩子就是事如己出 因为我妻子也就是做了子宫全切术嘛 也生不了孩子了 就是我们人俩就是相对于来说就是亲人俩 要不得当时我妻子也会有一个孩子 有一个我们共同的孩子 怎么了 我爸 我父亲就是2015年的6月份 脑出血二次复发就是住进医院了嘛 好了 我妻子就是回到 跟我回到宋元医院去伺候我爸 晚上在医院的走廊里住 因为他当时就是病房很紧张 没有地方去住 因为那医院里阴冷 所以我妻子就是被感冒了 感冒又吃药又打针 总也不好 完了一检查 说你怀孕了 当时是一个主任说 那怀孕了这孩子你也要不了 因为你打针吃药 完了所以这个孩子就打掉了 为什么要子宫全切 因为他就是当时被检查出来的时候 说那个主任就劝他说 供颈癌对吧 对 供颈癌 让他做追切 但是家里人都不太同意 就所以尤其是我就是做 持反对意见 就是你做全切吧 全切了对以后也有个安全 也就是说在孩子和他的健康之间 你选择了他的健康 对 这个你妈跟他关系特别好是吧 老家的姑娘是吧 她对我妈好 说说来听听怎么好 我妈今年的五月份 五月份 乳腺癌 有 住进医院 长生的医院 不是跟他差不多时间吗 对 对 你还在康复期 对 我们相差半年 长了半年 住进了医院 完了就是 我的妻子就是 起早爬半夜地 给我母亲去包饺子 煮饺子往医院送 给他们送吃的 然后在医院伺候我妈 照顾我妈 照顾的真的非常好 她妈对你也不错 我婆婆对我非常好 就是包括我生病的时候 在医院住院都是婆婆 在医院照顾我 那个时候婆婆还没有生病 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婆媳关系 真的 我就挺欣慰的吧 为什么每次都说到 一个说到她儿子 一个说到刚才这个她病了 你的眼圈是红的 因为她俩在我生命当中 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妈不重要 妈也重要 因为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你母亲去世 就在前几天已经去世了 怎么了 母亲来专一 你父亲也走了 所以现在就是心里面当中 最重要分量最重要的 就是她和孩子 你们彼此之间 最能感动对方的 或者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最难忘的一件 就是我生病手术的时候 在手术室 一共是三个小时的手术时间 然后其他的家人 父母还有我的亲戚朋友 都在手术室外面的 那个休息室等着我 唯独我老公 一直在手术室门口蹲着 一直蹲了三个小时 然后他一直是在哭的 一直从我进去开始哭 一直哭到我出来 然后我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 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 就是我老公 然后他一直在我耳边 喊我的名字 这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一件事情 当时你还才刚刚醒麻醉 对 人还是模模糊糊的 对 但是我在模糊的当中 就能感受到特别清晰的 两个字 老婆 现在你岳母还反对 你们俩在一起吗 不反对了 不反对了 今天那个曾经反对的岳母 也来到了现场 来我们掌声有请赵国庆 开始反对这小伙子是吧 嗯 为什么 因为我姑娘 我就这一个女儿 她有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所以说我就看到她 是不是她也毕竟太小了 二十多岁 我姑娘知道她大好几岁 就感觉好像不现实 不靠谱的事 我就坚决不同意 接着看孩子了 想孩子了 想我了 打电话就是提她 那想怎么怎么的 也想怎么怎么的 后来我觉得她每次说她 就好像感觉 这孩子还挺不错的 后来完了 我就同意她的家来了 在我心目当中 就是比她年龄大的 也不一定能做到她这一点 哪一点呢 首先对自己的父母 从她的父母生病 一直到去世 包括她哥哥念大学 所有的钱 全是她挣工的 现在呢 从她和我姑娘结婚以后 包括我姑娘这个孩子 就是我外孙子现在 就跟有亲生父亲 比一个有亲生父亲 还相复 今天是谁的心愿 我妻子的 是我的心愿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带着全家去旅游 旅游是吧 对 身体好了 不是 就是癌症吧 大家都知道 真的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一样 可能会随时随地死亡都会降临 尤其是婆婆的突然地离开 也是因为癌症 短短的七个月就不在人世了 真的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 我还能陪着我的家人们 还能走多远 还能走多久 年轻的时候吧 做了很多错事情 然后让父母 跟我也操了很多的心 也没记我什么光 然后就是想 在有限的时间里 多陪陪他们 然后多陪陪这个 为了我无怨无悔 无私奉献的这个小男人 想去哪儿啊 去云南 去大理 其实去哪儿不重要 对 最关键是一家人都在 我觉得我看到了 一个特别美的爱情 在我面前绽放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代表 我们一个老文化的 战略合作伙伴 马克华菲女装 送给你一套美丽的衣服 然后希望你能够 穿着漂亮的衣服 去看美丽的风景 祝你们永远能够幸福 谢谢 谢谢 我也是一直寒得累 听他们讲完 你们这个爱情的故事 真的很 其实很羡慕的 所以说我中四环市公益 资财俱乐部呢 愿意助理你 达成你的梦想 所以说最后呢 祝你们全家幸福 谢谢 谢谢 所有关于旅游的梦想 六人游定制旅行 自然是择欧旁贷 我们愿意去帮你们去 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 我也希望天下的 所有的女孩子们 都能找到一个 有责任感的男人 我也希望天下的男人们 都能找到一个 懂爱的女人 就像你们俩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俩 今天来给了我们 树立起一个信心和榜样 就是有爱 有责任 我们的小家就能抵抑出 很多你难以想象的 痛苦和磨难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老师 还是那句话 这个在真挚的爱情当中 不分年龄大限 只有全心全意 而更多的情况之下 看似你们这样 扒杆子打不着的两个人 是吧 最后能走到一起 走得这么好 充分地告诉我们 很多情感的累积 都是彼此真心以待 这样幸福地继续走下去 旅游的时候 开心一点 多拍点照 给我们传回了 好吗 谢谢周老师 谢谢 谢谢 再见